我唐自乎解 我若想地狱 地狱自消灭 今天我们很荣幸 再次邀请到谭乡寺堂主 真如法师给大家开示 今天开示的主题是谈念佛法门 今天是第二讲 真如法师曾经在10月18日的共修会上 向大家开示了念佛要有恭敬心 这个第一讲 其实有三个心 在第一讲里面有讲到念佛要有沉敬心 并介绍了和讲解了惭愧心和敬爱心的重要性 今天法师会延续第一讲的内容 给我们介绍另外两个重要的心 到底是那两个心呢 我们马上恭请真如法师给大家开示 大家请合掌 我们向真如法师行一问训礼 阿弥陀佛请师父开示 各位菩萨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 祝母长老的谈念佛法门的第二讲 因为这一讲 它是比较长 分为三个心 所以今天就要讲后面两个心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先三称佛号 请合掌 以千诚恭敬心来 成念佛号 那么本师世家 阿弥陀佛 今天是讲这个谈念佛法门第二讲 是祝母法师的一本书叫 念佛要有诚敬心 在这一讲里面 主要的是告诉我们 我们学佛要有恭敬心 要有虔诚心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情感有关 你对三宝有情感 你才会进一步要发愿 要去学佛 如果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 你怎样会发愿呢 你怎样会修行呢 所以这个感情上的皈依很重要 所以在这一讲里面 祝母法师就谈到了 这个我们有沉静的心 上可以感动诸佛 下可以感动一切的 这些人 众生 也跟你一起来修行 学佛 所以我们念佛 就是要先有信心 要有这个自利利他的信心 因为我们相信因果 像俗话讲 敬人者人恒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 里面就有因果了 所以在法华经就有一位 常不清菩萨 他也是这样 他以他的沉静心 他看到人就拜说 我不敢轻视儒等 儒等皆当作佛 所以从这边来讲 我们念佛 就是要培养这种沉静的心 对自己 对他人 对佛法 对三宝 对施掌等等 希望我们的沉静心 能够产生信心 坚定不退的信心 所以在祝母法师的开示 就提到这个 南海普陀山传奇的广东人 带了一对蜡烛和儿子 去朝拜 因为他供蜡烛的时候 心里不虔诚 怀疑那个香灯师 后来儿子死了 半路死了 回来的时候 把儿子的遗体放在棺木里面 回到来打开棺木 看到蜡烛一对 儿子在大门口跟他招手 蜡烛那边写着 来意不成 退回原处 所以呢 钱归三门 富归十足 我们信佛学佛 种福田 在我们的沉静心 不在你布施的东西 是多还是少 所以佛法的信心 在沉静中求 这是第一讲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第二讲 第二讲呢 就是提到 念佛要有横长心 还有念佛要有专义心 我们来看 朱摩法是怎么开示 关于横长心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 这个横长心 跟什么有关呢 跟我们的意志力有关 我们的愿力有关 所以信愿行 来讲 这个横长心 就是我们的愿 不论我们学什么法门 我们都要 有横长心 所以念佛也一样 佛法叫我们修道 要修的就是道心 这个道心是什么呢 古德说 横长心是道 或者我们常常听到一句 平常心是道 这个平常心 就是指横长心 就是指处离心 跟菩提心 或者真上心 也是道心 所以这三个心 都是在菩提道 次第里面讲的 三四道 所以这个道心 跟佛法是相应的 所以初学念佛的人呢 就必须要有 长横心 你今天念 明天念 后天也要念 不要念一天 挺一天 每天自己定了 这个功课 要念 多久 要念多少 你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每天 比如说你太忙的话 你自己定功课 我早上要 十口气佛号 那也很好 那也会成功 不过要天天做 虽然时间很短 你天天做呢 那个功力就在那里了 所以他这里 讲那个道理呢 好像 我们烧一壶水 你要不断继续地烧 它才会滚 如果烧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烧一下 这个水呢 永远烧不滚 道理我们明白 可是功课 我们有没有做 有没有这样常常定时 定力地去实行 这个不断地念佛 这样才会成就 所以恒常心很重要 这个愿力很重要 这个意志力很重要 我们的意志力要坚定 所以念佛 须其念道头 念道头时万念修 万念修界 剩下一念孤明 就是你念佛的功力 到了炉火存清的地步了 这个真的是 很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讲是这么讲 这边呢 祝母法师跟我们讲一个 唐朝的故事 说 有一个出家的和尚 他的样子呢 他的长相呢 他的头 好像冬瓜这样 圆圆的 圆扁 好像冬瓜这样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他的法名 就称他为 冬瓜和尚 这个冬瓜和尚呢 他天天呢 在街坊那边走来走去 看起来 好像一个 懒散 不用功的和尚 可是呢 他到了灵命 中的时候 却能够呢 预知实质 而且他还把他 要往生的时间 告诉了他的途中 大家听了 很怀疑 还笑他 像他这样 东跑西跑 没有用功的人 那你会往生西方呢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呢 大家都 大家都 到了那个时辰呢 就奇迹一堂 去看 究竟 怎么样 他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 只见呢 东瓜和尚呢 静坐如定 悠闲自在 还念了一首祭 他说 终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盲 是人皆不适 别有一天堂 讲完了 他就含笑作话了 这个是 祝摩尔法师 告诉我们的 东瓜和尚的故事 所以人不可貌相 学佛用功的人 根气不同 每个人得到的方法 亦各有益 所以好像 《楞严经》里面 有二十五位菩萨 他们向佛报告 他们的二十五种原通 《维摩经》里面呢 《维摩菩萨》 跟文殊菩萨的对话 讲了这个 不恶法门 还有各大菩萨 也说了 他们得到 正物的方法 都是各有不同的 所以 这些都是在 《显教》的经里面 为众所周知的 当然 也有一些人 好像我们的 陈崇法师这样 他修学秘法 要修到 三秘相应 那个秘不相知了 就是不可说 除非你去修那个秘法 如人饮水 人暖自知 其实我们念佛的 也是一个 类似的法门 你自己念多少佛 你自己知道 你念的佛有什么功夫 还是没有功夫 也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很多 内密外宪的尊者 像这边提到 旧摩罗修大师 他一生翻译了很多经圣典 可是呢 王上为了 要他留下种子 派了很多公礼给他 所以他的弟子看到呢 也想仿效 他就拿了针 吞了这些针 跟他的弟子讲 如果你们要仿效我呢 你先做到这一点 他把针吞进肚子里面 没事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修的密恨 还有宝治禅师 吃那个格子 格子又活了起来 从他的口出来 还有吉天和尚 激功 吃狗肉 喝酒 这些行径 看起来他们是 不守道法的 坏和尚 其实呢 我们都不知道 有眼不吃泰山 他们都是内密外宪的尊者 所以不可以冒起人 就是这样的 还有呢 这边讲的冬瓜和尚 他也是这样 他每天在念佛 人家不知道 所以终日行走皆法 终日恒心不断的念佛 好像各位 虽然很多 各位都是在家中 可是你们一面念佛 一面做工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可能也是 念佛的大德 到的时候 你们这样走的时候 好像 冬瓜和尚这样 触服 大家的意料 所以他用功 用到这样的境界呢 手里也没有拿念珠 也没有在道场 就是在十字街头 十字街头是 他念佛不离心的道场 心笑怒骂 都是佛法 对他来讲 所以这个就是念佛要有 恒常心的取法 我们的愿力 我们的意志要坚定 还有呢 念佛要有专一心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要修智慧 要修我们的理智 念定慧 这些功德 所以要专一 才能够成功 仪教经讲 自心一触 无事不办 念佛就是 最后就是要修这个妙行 好像阿弥陀经说 念到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这个就是修止修观 现在我们 这两个功夫没有的话 我们要修正念当下 所以念佛就是要把妄想心 控制在一个地方 把妄想绑在佛号那边 最后进入念佛三昧 就是一心不乱 就是定 平时能够受用的话 那临终就能够心不颠倒 往生西方 就不会生颠倒心 这里放不下 那里放不下 所以我们的心 在这个 马明菩萨的大乘起心论 就讲到 心有两种 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妄心 真如本性 就是我们的真心 妄心 是这个真心的体上 所起的作用 好像浪 海浪 跟大海 大海是真心 海浪是妄心 这样来说 所以这个真心 它的 性空无相 这个 大海 如如不动 没有分别 那个是我们的真心 可是我们的 妄心 切常常 因为我们有 生命的体 这个五蕴 有这个 言耳 必色 生意 常常 分别 外境 攀岩外境 六根 对六成 起了 种种的 妄想 攀岩的心 六四 妄想心 所以 我们的 妄心 掌控了 我们 自己 所以这个 妄心 用事 我们就会 广照 种业 身口意 照种种的 恶业 轮回 苦去 三恶道 所以现在修行 就是要注意 我们的 第六意识 它可以 独自操作的 所以它 在做梦 也会 照页 我们的 妄心 好像野马 这样 很难控制 这个是妄心 现在念佛 就是要 找回 真心 如果 以这个法门 一心 念佛的 法门 好像 神朔 这样 把这个 妄心的 心眼 这个 monkey mind 绑住 让它有一天 能够停下来 这个野牛 野马 绑在那个树那边 它就不能乱乱走 好像 请贼得王 抓到那个王 那个王就是我们的 第六意识 常常注意我们的意识 这样 好像医病 找到那个适当的 泄位 这样呢 我们的妄想病 烦恼病 就能够 治好了 我们的真心 本性 就能够现前了 好比呢 这个天空 这个佛云 被风吹开 见到我们的 清静的 信天 清静 有一句话说是什么 晴空万里 那种的 清静的天空 那种的功夫 就是念佛得到心专一净 而达到的 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功夫呢 你一定要有 什么 千层心 恒常心 最后 还要有 专一心 所以念佛的人呢 为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就要专心的念佛 平时就要专心念了 到临终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 真正的心不颠倒 放下万元 也能够专心的 往生 念佛往生 这里后面就讲一个故事说 古印度啊 有一位大臣犯了罪 被判死刑 他的同僚 跟国王求情 国王说 好 现在 我给他一个考验 把他的头顶 顶着一波的油 在他的头顶上 要他捧着这一波 满满的油 走绕王城一圈 如果没有半点油流出来 我就可以免掉 他的杀头死罪 结果呢 这个大臣呢 就为了活命 捧着这个头顶的油 走这个王城 闹事 途中 有看到很多美女啊 歌舞啊 锣鼓啊 宣天的场面 他都目无旁径 一心顶油 目不旁事 终于呢 他做到 故持生命如油波 终于他没有 那个油没有漏出来 幸免欲一死 所以当这个国王问他 你捧着这个油绕这个城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很多那些热闹的场面啊 那些人啊 那些歌舞啊 舞女啊 那个大臣跟他讲 当时我一心顶油 深恐油点落地 头脑袋搬家 我哪里还有心去看什么 看东看西 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一心顶油 我们念佛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啊 生死关头啊 有想到啊 我们的身边啊 有一个会子手啊 这个无常大鬼啊 随时要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啊 想到这个死字 那你就可以学到这个油博大臣的一心念佛 专心的求生极乐世界 那你的念佛功夫啊 终有一天会成就啊 所以最后给大家温习啊 祝母法师讲这个 念佛要怎样才能够感应道教呢 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目标呢 第一个念佛的时候啊 我们要有沉静的心啊 就是在感情上啊 我们对阿弥陀佛啊 要有恭敬心 有恭敬心 有惭愧心 有恭敬心啊 我们才会产生信心啊 第二呢 念佛要有恒常心啊 我们的意志力要很坚定啊 不要有时做有时不做啊 要始终如意啊 你的愿力要很强啊 你的处理心啊 你的菩提心啊 第三呢 念佛要有专一心啊 你要修你的心啊 你要妄想心 要细掉这个妄想 就要培养理智啊 分别善恶的能力啊 觉择力啊 你的awareness啊 你的这个觉知啊 觉察力啊 你要修念啊 修正念正知啊 你要修定啊 你要修会啊 这个就是妙行啊 弥陀经讲的 要修到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所以这三个心 其实就是 心 愿 行 你说对吗 啊 所以 佛陀是我们 啊 养 啊 敬养的对象 我们信靠的对象 所以太随大师 有一句法语啊 就是 勉励我们啊 养子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啊 人成 人缘佛继承 世民真现实 这个人格啊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三个啊 情感上的进化 还有 意志上的进化 还有 理智上的进化 信愿心 啊 恭敬心 横藏心 还有 专义心 这样我们的人格 就会圆满 所以这个 很实际的 开示啊 希望啊 我也是希望啊 自己能够做到啊 虽然我在这里 讲得很好啊 其实啊 我也不是 做得到啊 跟大家 互相共鸣啊 愿 我们大家 都能够 啊 净除障碍 累计 往生的资良啊 在这短暂的一生 我们不知道 我们随时死 什么时候都会死 啊 所以 也不知道自己能够不能够做到 亡生西方 这一个愿啊 所以希望以祝母长老的这些开示来 互相勉励啊 现在我们来回向啊 感恩大家有这个姻缘 在这里一起学习佛法 感恩 感恩 祝母长老的开示 感恩 诸佛菩萨的加持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细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 阿弥陀佛 感恩大家 感恩佛菩萨 感恩 祝母长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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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真如师父的佛法开示 为我们给你讲解 念佛法门中所要栽培的 一些重要的心态 就是三个心 除了早前在第一讲所讲解的恭敬心 以培养对佛法的信心 今天呢 师父又给我们讲解恒常心和专益心 恒常心呢 就是与我们对佛法的道心 或者我们的意志力 或者愿力有关 比如说我们每天发愿 要给自己多少的定课 无论每天的事物多忙 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个功课做完 并且持之以恒 不间断 才能够得到成功 另外呢 第三个心就是专益心 无论做什么事情呢 都要用心专益 才能达到成功 师父也说 在佛仪教经里面 有这么一句 说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念佛呢 也一样 也要有专益心 需要把这个忘心呢 控制在一个地方 自心一处 所以才能够一心不乱 才能够得到这个念佛三昧 不止平时我们受用 临终时呢 也能够令心不颠倒 顺利往生 这个在师父的总结里面呢 就有提到说 这个沉静心 恒常心 专益心 与念佛法门的三大信愿 就是信愿型 是共同的 我们再次感恩 真如师父的佛法开示 我们期待未来 有因缘再来聆听 真如法师 更多的佛法分享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恩 阿弥陀佛